什么样的人生最悲剧 没谈过恋爱 恋爱是什么 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艺术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是搞艺术的 胸不太小怎么办 要多笑 笑和胸有什么关系 乐极生悲 我女朋友说她爱上了别人 要和我分手 我该怎么办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种事情现在不是很普遍吗 谁说很普遍 我爱上别人的时候 也没和她分手啊 你的空间 是否也有这样的人 明明愁的要死 还经常发自己的照片 在空间里晒 到处都是啊 最要命的是 居然有人评论 美女啊 我有一朋友 天生耳聋 不会说坏 那她用什么语言 想事情 为什么说 胸小的女人脾气坏 胸大的女人脾气好呢 因为穷凶极恶 有容奶大 你们男人 永远都无法理解 女人的惊痛 说得好像你们女人 能理解男人蛋疼似的 知道什么动物 最爱问为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是猪 哦 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不想 为什么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诚实 我不觉得这是缺点哦 真的吗 死娘炮 你给我滚 你喜欢鸡鸡吗 臭流氓 我是冤枉的 你知道太监 为什么当不到大官吗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生殖器 姥姥 如何才能更好的避孕 你老公不是结扎了吗 为什么你还要避孕 就是因为这个 才要避孕呢 比吃一坨是更恶心的事 是什么 吃两坨 比这个更恶心的呢 塞牙缝了 更恶心的呢 卡喉咙上了 还有恶心的呢 停水了 你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 fuck 这个呢 you 那这个呢 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因为我喜欢你 喜欢我就要放弃治疗吗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神经病 才会喜欢你 为什么平凶女孩都是吃货 因为 穷凶极饿 昨天听说 我家附近出现四郎 我好害怕哦 你带个手电筒就没事了 手电筒能防狼吗 你拿出手电筒照亮你的脸 那狼不死也得瞎 你给我滚 大家好 我是鸡鸡 很多朋友听到我的名字 会本人的场生一些联想 甚至因为我在开玩笑 其实我是冤枉的 因为名字里有个鸡字 所以 从小到大都被朋友亲切地称呼为鸡鸡 小时候因为不懂事 以为鸡鸡最多就是鸡鸡 感觉听可爱的 所以不排斥 被叫了许多年以后 我长大了 并痛苦地发现在大多数人脑子里 鸡鸡并不是一种动物 而是一个人体器官 我曾想过改名字 但已经回不去了 所有认识你的人 都认定了你就是鸡鸡 怎么改 都是一只鸡 当强奸无法避免时 享受是最无奈的选择 所以 我叫鸡 不是玩笑 我是冤枉的 我说你能拨 style 是最无奈的 温柔 是最无奈的 是最无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